少爷 少爷 我 我来求你了 少爷 少爷 报人 一个臭报人 死报人 轻一点 轻一点 慢点 扶着 你呀 从小就没见过什么水的人 还敢往水里跳 你是不是找死吗你 臭报人 死报人 吓死我了 上这哪儿了 哪儿都疼 我找到给奶娘治病的药了 什么 我找到给奶娘治病的药了 走 回茶园去 那药怎么办啊 你把这筐拿上 少爷 你慢点 你慢点 为什么每次见到这个人 我总有一样感觉呢 那感觉是怕 可我为什么怕这个烦人 那或者是恨 可我和他从未有过什么过激 又怎么可能有恨呢 还有他手上那个镯子 难道 是乾坤圈 莫非 他就是哪里 他就是哪里 如果他真的是哪吒 腰帅 一定会有疤痕 蛮 怎么可能 その 怎么可能 你走 来 不好好当你的蛇妖 没事跑我这园子来干嘛呀 你以为我想来吗 每次都是碰巧到这里来的 碰巧 那就碰完了 你总该离开吧 我要不要离开用不着你管 不用我管 什么人 我还没问你是什么人呢 哟 打架呢 接着打 接着打吧 小鹿鹿啊 我的皇族呀 没伤着你吧 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可要担待呀 没有没有没有 是小的不好 小的给您请安了 您得多包汗 耽误您清修了 还小的呢 你呀 插手祖宗 就算没活了个万年 几千岁也有了吧 没有没有那么大 一千零一岁 又二百天零四个时辰 这还小的呢 骂谁呢 不不不不 这可不能按岁数论 这得按备份论 您是神仙 我们呢 都是无名小卒 这听不起来 喂 你还打不打了 去 要来得改天打 没看我忙着了吗 那我就算你讨饶了 以后别再找我麻烦 去 走吧 老茶叔 问你点事啊 那个杭州城的豹府 豹府里的豹人 是你什么人 豹人 他是我的子孙呢 我的子孙呢 你没看到这片园子 这茶园好几百年了 这不 我给他们守着呢 那我再问问你啊 你有没有觉得 他有什么异常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没什么反常 没有 我说你呀你呀 你怎么就不开悟呢 开悟 开什么悟 说了你也不懂 走了 别别别别 我的活佛呀 你不能说一半就走啊 你看 这急死我 你知道那么多啊 对你没好处 我想知道啊 对了对了 这个 这个 我想起来了 你要吓死我呀你 对对 他有不对的地方 有 有 什么 他能看见我 和小茶树精们 他能看见你和小茶树精 真的 真的 前些日子 我还看见他给龙井上药来着 这就对了 我想 那小子也不可能什么懂得知道 告诉我吧 不行 别别别别 我请你喝酒 桌有的是 那 那我请你喝茶 抱人自己亲自炒的茶 可香了 这个还倒有点意思 说吧 你这子孙啊 他不是人 不是人 他是神仙 这世上还有那么倒霉的神仙 他从生下来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你看你看说你不懂吧 你还真就不懂 那还望活佛明示吧 你以为神仙他就不犯错了 神仙在天上他照样犯错 犯了错怎么办呢 罚呗 罚得最狠的就是 被贬回人间 重新投胎做人 啊 这一代犯多大的错啊 他这错犯得可大呀 他呀 让一个小妖精 从自己手上 把天界震水的宝物 镜瓶给偷跑了 哎你说这个错 是大还是小 这这这可怎么办呢 啊 这人间大汗 百姓是民不聊生啊 这竞平一天找不到 那他可就一天不得安生 我可怜的孙子呢 哎那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办法有 只要他能找到镜瓶 回天庭复命 哎 他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哦 这 真的 真的神仙 我们宝仁是个神仙 那他是 是 哪吒 哪吒 就就就就 就就就就就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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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茶 你采茶 时间来不及我也找不到工人 看来我得自己采茶 少爷 干脆我还是叫暖暖过来帮你吧 你这个样子 我看还是算了吧 奶娘病成那个样子 多耽误一天 病情就加重了一些 再说了 这茶拖着不采也不是个办法 与其求人不如求己 还不如我自己采呢 快帮我的忙啊 我 我不行 你不担心你娘的病啊 我担心啊 可喝茶汤能治百病啊 我们的茶汤就是最好的药 少爷 你该不会是疯了吧 喝茶能治病 我不信 是神仙托梦告诉我的 那我就更不信了 还神仙托梦告诉你 说喝茶汤能治好病啊 少爷 你该不会是这阵子太累了 有点儿 你要是不想帮我忙的话呢 就赶快回去照顾你娘 不要在这里瞎搅和了 快去 这 来 走走走 少爷 走了 走了 他呀 让一个小妖精 从自己手上 把天界震水的宝物 净瓶给偷跑了 原来他是因为净瓶 而被贬入凡间的 只要他能找到净瓶 回天庭复命 他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这个世界真小 如果有一天 他知道是我拿走了净瓶 是我害他到今天这股田地 他一定会恨我吧 照你这个速度 要踩到什么时候啊 小清姑娘 今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豹公子 我想来踩茶 不知道你这儿还招人吗 前几次你都严厉地拒绝 今儿这是怎么了 主动来我们茶园做事情 你就不怕我这个不祥之人 出了你的眉头 再出眉头 也不能跟银子过不去 不是吗 说得好 可是我现在已经付不起 那时候说的加钱了 小清不计较 有的赚总比没的赚好 那好 你去换衣服吧 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祖宗爷爷 祖宗爷爷 回来了 回来了 又怎么了 祖宗爷爷 我们快被主人折腾死了 就是 哪儿啊 祖宗 这是要干什么呀 他是要疯啊 他 何许是这样啊 祖宗爷爷 你看 让青蛇帮着采叉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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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爷爷 祖宗爷爷 我这样行吗 干活吧 不能用手 只能用嘴唇 嘴唇 啊 这 怎么了 要是姑娘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勉强 总之 还是谢谢你肯来帮忙 放开 若独的精神 我不要你碰我 走开 你们别在这儿妨碍我 你少来 我们早看出来了 你有阴谋 总之 我是不会让你来碰我的 不愿 不愿 怎么了 我刚才不小心 辟了一下脚 那你小心点啊 没事 你 你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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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这套衣服不合适 所以又踩到自己裙脚了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没事就好 我就是怕有些任性的小虫子 或者是 什么再伤害到你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我们主人到底能不能看见我们啊 这帮傻孩子坏了坏了 他们还真以为报人看不见他们呢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完了 他能看见他们 谁说不是呢 你是什么人 能看见妖精 看来 他真的不是凡人 谁是妖精 你才是妖精的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我是来锁命的 哪吒 拿命来 帮人小心 好 哪吒 那这边 这边 哪吒 啊 小心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敬平的话跟我来 不要杀了无辜 怎么了 你心疼了 看不出来 你倒挺有情有义的 杀父仇人就在眼前 谁还要你那个破瓶子 我要哪吒的命 好 杀人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人 快 小雪姑娘 告诉我 他究竟是不是哪吒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知道 好 那我就先杀了你 宝人 宝人 杀我孙孙 我给你拼了 宝人 你 到底是谁 宝人 宝人 你醒醒啊 宝人 别人 我 你是谁 我是救你的人 人 怎么可能呢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安全的地方 你究竟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报人是谁 更重要 他是谁 跟我有什么关系 杀害你亲夫的仇人 跟你没关系吗 哪吒 不可能 我已经看过了 他的背后 没有三哥龙尾的疤痕 你仔细想想 他的脾气 乾坤圈 还有静平 等等 此事要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啊 你都等了几百年了 这点时间还等不起吗 等你的功夫修到了 自然有杀他的时候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快说 只要能救我三哥 我什么都答应你 把你身上的鳞片给我 要鳞片做什么 我要做官 总要有快敲门砖吧 二十三年前 你救过我一次 忘了 是你 拿走我龙铃的人 这次 你又想要什么 别那么紧张 我只需要 静瓶 静瓶 你要那瓶子干什么 静瓶里的穷江 可以使人长生不老 到时候 大宋的江山 就都是我的了 做人有什么好 长生不老又能怎么样 我不是要做人 我是要做皇帝 做一个长生不老的皇帝 从此以后 连天上的玉帝老儿 都要让我三分 老爷 什么事 国师府派人给您 送来一封信 你先去吧 是 老爷 三日后品明大会 共有惠明茶 望海茶 镜山茶 绿剑茶 开花龙顶 安基白茶 大佛龙井 乌阳春雨 松阳营侯 九家参与竞争共茶茶回 望遵照如下排名 卫列三甲 开花龙顶 舞阳春茶 望海茶 道貌安人 斯文败类 四文败类 刘家的茶 就毁在我手里了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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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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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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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可以 你不甘嘴 你不是甘嘴 你不甘嘴 你不甘嘴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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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甘嘴 你不甘嘴 啊 敬平 我现在终于能理解姐姐的心情了 能为心爱的人做事 是如此的开心和满足 怪不得姐姐说 能和心爱的人结婚生子 白头偕老 才是最幸福的 多怪那个臭和尚 说什么人妖殊途 要是没有她 姐姐和许仙 人妖殊途 我跟她不也是人和药 不行 我不能害了她 我不能 敬平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也觉得 我们不应该在一起是吗 敬平 我们走吧 我答应过姐姐 不会布她的后尘 我更不应该害了报人 你不过一切的救她 是为什么呀 我没有 不要骗我 你所经历的 我都经历过 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吗 当初 我何尝不是为了找许仙报恩 结果害了自己 也连累了你 还将许仙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清儿 世上最大的罪恶 是自欺欺人 世上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放得下呀 等等 转过身来 我让你转过身来 我让你转过身来 你究竟是谁 你能转过身来吗 我只想知道你是谁 不管你是神仙也好 妖怪也好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你总是出现在我梦里 是我 小青姑娘 那刚刚那个 神仙姐姐吗 我不是什么神仙姐姐 更不是那话里的女子 我只是我 青蛇小青 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啊 小青 你不用害怕 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谁说我害怕了 那我该说什么 你胆子很大吗 大得连蛇妖都不害怕吗 蛇妖又怎样 人又怎样 神仙又怎样 还不都是在这天地间 苟且地活着 我从小就被人说成是妖怪 也许我跟妖怪的感情 可能更近一些 你真的不怕我吗 难不成你还想变回原形来吓我啊 那你变吧 变了你就会知道 我还是不怕 姐姐以前的那个男人就怕 我和姐姐要是不小心露了真身 他连胆都能吓破了 你是说许仙 你知道他 你姐姐的故事谁人不知呢 那个男人去做了和尚 而姐姐却被押在雷锋塔下 永远不能超胜 是啊 这一切都是命吧 但如果换一个男人 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局了 还会有别的结局吗 会的 绝对会的 我要走了 你保重 你的伤还没好呢 不如 不了 我还是回我的龙井吧 这儿现在 茶都采好了 看来也不需要我了 这个还给你 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不要 是老天爷让我捡到他的 说明你们的缘分还没有断 我和他的缘分 去他的缘分 从我生下来 所有人都跟我说带着他 可以使得父母不受灾害 可以让杭州百姓不受灾害 所以从小到大 不管别人怎么笑话我 我都带着他 结果呢 杭州照样不下云 我的爹娘照样抛弃我 杭州的百姓照样躲着我 你别这样 他们是凡人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也说我不一样 那我到底是谁呢 我的意思是说 连你都能接受我 你肯定不是普通人 连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真不知道老天 让我来到这个世上 是为什么呢 难道就是让我 祸害人间的吗 报仁 你听我说 你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 你是最性情的男儿 你为了救我 不畏强权伸张正义 你为了给奶娘采药 不惜冒生命危险 你更会为了杭州的百姓 忍辱负重 不辞辛苦地去寻找水源 一切都是命 你不是在心 恰恰相反 你是来拯救杭州的英雄 谢谢你 记住我说的 坚持你自己 不要放弃 保重 小心姑娘 对不起 宝人 是我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小心 小心姑娘 我想请你喝我亲手炒的茶 我يت蛇 あと才有天 é 不是isse quero 我说 turns 带上你 她 我设名